连结哀邮箱点亮若是儿童心愿公益活动官网 选择认捐儿童心愿 第一次登入会跳出注册会员基本资料 请填切妥当 下一次登入只需要输入账号以及手机号码 即可完成登入 填写完成后按确认认捐儿童心愿 将会在Email以及手机传送简讯 告知认捐民众邮件号码以及认证码资讯 提醒大家儿童心愿最多可认捐10位儿童 步骤二 准备好爱心捐赠户并且包装完坨 那你购买完你的爱心捐赠户之后 要细俗将它包装的完整一点 记住边长不得超过45公分 长宽高加起来不得超过105公分 就可以拿去我们的台邮箱进行寄件咯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邮件号码跟验证码 邮件号码跟有效 另外你要去寄件的同时呢 可以先用我们的手机 而去进行查询我们附近的爱邮箱 让储存的是否还有 避免你白跑一趟 步骤单到任何一个爱邮箱 列印拖运单寄件 在爱邮箱萤幕首页选择交际邮件 再选择邮件类型页面 选择点亮心愿工艺活动 选择列印拖运单页面 尚未列印拖运单请选择是 进入拖运单列印页请输入邮件号码与验证码 Email或手机传送简讯提供之邮件号码与验证码 再选择列印拖运单 如出现错误请确认是否输入错误讯息 并重新操作一次 将列印出的拖运单贴妥于要寄送的包裹 如已经列印拖运单请选择否 接触出现活动说明画面 请选择投意赃进入交际邮件画面 于交际邮件画面扫描包裹条码 或选择手动输入条码后码 接触出现选择处格大小画面 选择适合的处格大小并确认处格将自动开启 将包裹放入储柜柜中观赏后 按确认取得寄件直具 完成寄送任务 如放入包裹发现投地处格选择落赏 请选择重选处格的按钮 再进行无放 如跟安油箱投地箱目前都满革状态 请选择临近区安油箱或隔日再寄件 步骤四 妥存交际直具一例后续查询 如果你要查询你的极限资料 可是我们的安油箱点亮若是儿童心愿工业活动网站 进行查询 只要输入账号和密码就可以进行查询 进行过程有相关问题 可联系安油箱点亮若是儿童心愿工业活动小组 服务专心电话02-8772-3125查询 电话服务时间为平日的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 中午休息时间为12点到10点 注意咯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让你妥存好你的交际直具之后呢 就可以使用中华邮政邮件追踪系统 上网进行信件的查询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信件已经寄到哪里咯 安油箱 安油箱